近日浙江宁波市镇海区民众反对PX项目引发的大冲突不断升级 25日晚一名开奔驰车的男子因不满抗议民众挡路 狡嚣道两秒钟就撞死你们 他的霸道遭到民众的声讨并被网民讽刺为两秒歌 目前这类网贴大量被删除 25号晚上9点半左右 一名男子开了一辆奔驰车 行驶到宁波市环城新路与大西门路交叉口时 因抗议人群聚集男子无法通行 这名男子下车后与民众发生了口叫 男子说再不让路等两秒钟我开车撞死你们 我爸当官多的是钱 震海死20万人无所谓 男子的嚣张激怒了抗议民众 有民众上前要打他 男子和女友立即躲进车里 最后在警察的保护下离开现场 原河北电视台编辑朱欣欣表示 全宁波人都在反对PX项目时 这名男子的态度充分说明了 他是现行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 他是对民众的这种抗议 是持一种一个是不关心 再一个反而他就有一种敌对的态度 能看出来他的这种是什么样的身份 他这种站在官方立场 站在这种既得利益的权贵们立场上 他不会对民众的这种行为 感到同情感会表示支持 这起事件引发网民齐声谴责 网民封这名男子为梁苗哥 并发动人肉搜索 网友搜索到 这名男子叫吴亦文 1983年出生 经营网店 父亲是经济开发区菜市场公司 党支部书记经理 母亲为袁振海棉房厂职工 新常任致电吴亦文了解情况 但电话已关机 目前有关吴亦文的网贴 在大陆网路已被大量删除 新常任记者李运台云采访报道 交由会订阅 交由已被里桨 洗礼子